其實發言人這個工作呢 真的是很辛苦 我們的記者就找來了 曾經擔任國民黨 以及民進黨發言人現身說法 他們就表示了一天通常呢 會接到上千通的訊息 而電話呢則是從凌晨五點鐘 開始一路想想想 想到半夜的兩三點都沒有停過 除了要面對媒體之外 還得要了解各方的輿情 確實發言人的工作不好當 每天都LINE不完 在群組裡面就會常常 隨時隨地都一直有事情 所以那個LINE一天下來 可能我想上千則是沒有問題 手機一拿出來 光神LINE的未讀訊息 就有將近2000條 雖然這只是一個下午 累積的訊息量 但對民進黨發言人 王敏生來說習以為常 但除了用LINE 聯絡公事少不了 發言人掌握於其媒體應對 都是當天待辦的工作事項 8點半要開會 對 我們可能7點就要起床 開始讀報 那我們可能9點半10點 就要開始做新聞回應 記者還是會拿著這些回應 之後的回應 再來問回應 在下午可能又有一些 新的事情發生 身為發言人 公事長有回應不完的問題 還不打緊 就怕緊急事件發生 恐怕連睡覺休息 甚至是假日 都得隨時準備待命 我大概最晚還有跟記者講電話 講到3點左右 那最早我是5點接到記者LINE這樣子 對家人不好意思啦 有時候難得跟女兒見面 那你還要接電話 女兒就會念一下說 爸爸還要接電話 曾任國民黨發言人的 楊偉忠舊坦言 擔任發言人時期 真的是24小時上警發條 而最好腦力的恐怕還有這個 其實發言人的發言大概有幾種可能 一個就是正式的發言 那個當然都要自爭俱作 那有一些坦白講是私底下訊息的交換 或者是記者有獨家的需求 對 那我覺得每一種狀況 大概都不一樣 所以發言的尺度 內容 然後形態大概也不同 身為言語化妝師 面對媒體丟出的任何問題 都得步步為營小心應對 哪怕說錯一個字都可能被放大檢視 不過雖然發言人工作不好做 但黨部公部門發言人不計其數 無論藍綠 大家都是這樣熬過來的 統真員身為新手發言人 只怕心態調整 短時間內還少不了 歡迎新聞 林俊廷 黃雲廷 台北採訪報導